很多人学佛做人只盯着目标 慢慢会变得盲目起来 就犹如很多学佛人就知道求自己的事情 慢慢不知道学佛是为什么 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修心到底为什么 所以不能求自己太多 要懂得修心到底为什么 什么事情先要把自己的心稳住 一步一个脚印的朝着目标去走 而不是盯着自己眼前的目标 有一个我们的佛友 他本来身上有癌症 但是他不知道 就是关节经常有些疼痛 结果台长跟他说你好好念经 以后身上很多病都会好起来的 结果他拼命的念经 结果拼命的念经之后 关节还是疼痛 没想到癌症好了 这是什么 你不求 如果他说我今天念小房子 我求保佑我关节好 可能他的癌症就复发了 大家听得懂吗 所以一切靠菩萨 我们人很好强好面子 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 导致自己在不对的地方会越走越远 所以人必须要承认自己做错的事情 人应该放弃那些无所谓的自尊 放低自己来纠正自己 可能正在越走越远的道路 台长在过去的法会当中 经常举个例子 可能你们今天有很多新的伯友 我想听过了 你们假装没听过 在鼓鼓掌也很好 很多人觉得自己很了不起 想一想当年西安事变的张学良 视察风云多有名啊 对不对啊 好了 现在小孩子考历史 出一道题目 请问西安事变的主角是谁 小朋友填上去 张学友 假装笑 假装笑 实际上 人很多的时候 要自己寻开心啊 开心是自己找来的 烦恼也是自己找来的 为什么要烦恼啊 不能早寻一点开心啊 台长刚刚就是把开心找来了 我很开心 我们人间做错事情 总是说自己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 记住了 你如果跟别人说 我不知道 你就叫无名啊 你不知道 你才能做错事情啊 不知道做错 还要坚持 叫做无名习气 所以做错了 赶紧说 哎呦 对不起 没事了 什么事情 哎呦 对不起 哎呀 可能我做错了 师父昨天说 对不起 你们会以为我错吗 师父 不会错的 话还没讲完了 那是不可能的 要记住 真正不会错的 都在上面 只要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的都会有错 哪怕是成愿再来 你也可能沾染上一些的不好的物欲流程 只不过你的境界很高 你可以把它洗洗干净啊 所以人经常要洗自己身上的缺点啊 所以有一个歌特别受到大家的青睐 那就是洗刷刷洗刷刷 师父就是要开心 就是要发喜 我以后要把这些故事到天上去告诉弥勒佛 大家一起开心 弥勒佛跟我说 他已经很开心了 你看这些菩萨很可爱的 所以你们记住 你们在人间没有烦恼 天天发喜 不吵架 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就是菩萨呀 在天上菩萨 你们都不知道 喝喝茶 到这里去听法会 到那里去看看风景 真的 所以说人人都说 神仙好啊 师父跟你们说 人不能总是以为自己是对的 因为人的概念是看不见 所以就像我们扭扭扣一样 有时候我们扭衣服 一个扭扣扭错了 我们不会知道它错的 一个个扭下去 扭到最后 什么错了 重新再拆开 重来 所以人的毛病 自己不知道的 要到最后才知道 所以台长叫你们 扭一个 看一看 扭一个 看一看 一看 二慢 三通过 我们 在2015年6月13号 有一个小小的 在博客上 一小段东西 把师父看了挺逗热的 我就告诉大家 他说 第N次分享 你们现在 N次知道吗 N次就是 电脑上经常说的 有多次 多次了 就是N次 就N了 现在的年轻人都 第N次分享 就是无数次 mini time 英文叫mini 所以可能用个N嘛 第N次分享 解节奏 神奇感应 今天我和爸爸 有点矛盾 我赶紧念解节奏 念着念着 就如台长形容的那样 我的老爸 突然之间声音低了 脸色变好看了 最后他干脆不说了 哈哈哈哈 超级吻合呀 你们看看 现在的年轻人 学佛都是年轻人 厉害呀 你看看我们心灵法门 多少年轻人 佛法传承 有希望 他还有两句话 还没讲完呢 当时我觉得很有趣 同时又感到 法喜充满 他又从现代人 回到了 佛法人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